下来就是假设说使用者选完之后 按了选择这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就要计算出总金额 那金额就下在这个 金额就显示在这个Label上面 这个标签 那程式撰写的话呢 流程大概跟前面一样点两下 Button上点两下 就会产生Button1 Clicker的事件 也就是程式就写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计算说 到底使用者他的这个金额是多少 那首先的话我就宣告 先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会改变就是总金额 那总金额的话呢 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宣告一个叫Total Total的这个变数S 那它的形态呢 当然不可能是自串 所以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呢 Integer 把Integer给它 另外呢 使用者它这个数量的部分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取得数量 那我这边可以叫做 假设给它Int IntQ Q 就是它的数量 S 那数量呢 当然也不可能是自串 所以给它一直卷 一直卷 那这两个 现在有那个有没有 毛毛虫 虚线 表示说怎么样呢 它现在还没被使用到 所以等一下使用了 才会正确 那如果说你希望刚开始就给它出死值的话呢 你也可以先给它预设值 出死就是零 或者它刚开始是没有东西 没有给它东西 它就会产生错误 如果说你要避免这样的错误 你可以先给它一个出死值 比如说刚开始的这个金额跟数量都是零 接下来我们要程式撰写说 如果呢 使用者怎么样呢 它打勾 比如说呢 我今天这个界面上面呢 原位有打勾 那它就会去跟数量相乘 会有个金额产生 就丢给什么呢 丢给这个TOTAL这个变数 那PISA如果有打勾的话呢 也是一样 去看它的数量有几个 最后才有总金额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撰写这样的程式呢 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是要去判断 那判断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用 用什么呢 IF 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IF 那怎么判断 到底CHEKBOX有没有被打勾 所以我们指定什么呢 CHEK CHK 刚刚有个CHK 那我要找的是 第一个是原位的 O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有没有被点选 它有个属性 点 后面有一个什么呢 其实大概猜也 可以猜 猜一下大概就猜 就是说 它有没有被点 点到 点到的话呢 就是要CHEK 它如果有被点到的话呢 那 它里面的词 就会变成TRUE TRUE的话就是有打勾 FALSE的话就是没有打勾 就是零 就是开关的意思嘛 有打勾就是TRUE TRUE就是有 没有打勾就是FALSE 那我们判断 把这个判断式摆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它有打勾就是TRUE 所以呢 这边就直接 但你后面也可以等于TRUE 等于TRUE 如果是等于 大部分 基本上不会这样写 那我只是大概 让大家了解一下 可是大部分 这个TRUE 会把它 怎么样呢 不写 因为预设只是TRUE 所以我们就 不写这个 那 如果说它有打勾 才去执行这个动作 AN 执行什么动作呢 执行做什么呢 做那个计算金额的动作 那也就是说呢 TOTAL 我的TOTAL 这个变数 必须等于什么呢 等于 假如说 这个原位一个卖多少呢 一个卖250 那我就什么250 也就是我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输入250 250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数量 那数量上面的话呢 就是INTQ 这个变数 那两个相乘呢 就丢给前面 TOTAL 丢给前面 TOTAL 好了以后的话呢 那第一个判断 就判断完了 那第二个判断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偷懒 就是说 把这个程式码把它COPY下来 有没有 那因为把它贴 因为总共有几次 总共有三次嘛 所以 CHECK只要把这个物件名称 再来就牛肉 有没有CHECK 有 有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边 金额是275 那再乘上它 但是呢 这边会有个问题 就跟上次文字一样 我们必须要把它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 我们会N等于 有没有 N等于 那这边的话呢 N等于是用字串 还记得吧 N等于 我们不是有N的等于 这个就是字串的串接方式 那在 数值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 加 等于 两个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针对字串 文字的部分呢 是N等于 如果说你今天要把上下金额呢 继续累加下去的话 那就是 加等于 所以呢 在这里 如果说它前面有 金额的话呢 我就用什么 加等于 就是把 前面如果有金额的部分 就这样 累加在后面 这样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 底下这边 在第三次判断是 针对那个 海鲜的 那海鲜 我有给它一个是 S嘛 那如果说它打多 那海鲜比较贵 海鲜要300块 那前面再加一个加 最后我要秀出来的话呢 秀出结果 秀在哪里呢 秀在Label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LPL Output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金额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 Total 通通都把它秀出来 直接就秀在Total上面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金额的部分呢 就会 秀在哪里呢 秀在这个Label上面 秀在Label上面 但是呢 这边 会产生一个 这个错误 有没有 这个错误怎么来的呢 其实哦 道理 你能大家想一下 在 不管是Label 或者Testbox 它能够接受的都是文字 都是文字 可是你今天呢 宣告的是什么呢 宣告的是 因底 就是数字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丢给它 但VP里面 它 比较宽容 它还是可以执行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 实际上证券应该先把它 转成什么呢 转成文字 再丢给Label 才会是这一点 这个 这个道理有点像 如果你们有 在经常使用Excel 经常使用Excel 大概就会比较 Excel里面的那个格式 它有分成数字跟文字 尤其像我们在输入 像那个 手机号码的时候 如果说你预设值 它前面0都会把你去掉 为什么 因为它预设值是数字 数字前面不可能有0 那你要怎么办 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要把它格式里面 把它改成文字 文字之后呢 就0就会保留下来 因为文字里面 是允许前面开头的0 但是数字是不行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类似的道理 就是说 它现在是一个 这个数字 要丢给它 它就会产生错误 那有个方法就是 转换格式 那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要转换格式的话 可以在这边 给它一个函数 CSTR 刮复 然后后面一个后刮复 把它转换成为 转换成为 转换成为 这个字串 这个还有错误 点什么呢 点DEST 点DEST 然后这样子丢给它 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原来是 这个数字 它里面本来是 一个Integer 数値 转换成为 什么呢 字串的话 可以在这个前面 加上什么 CSTR C的话 你可以这样记 就是Change 就是改变成为 STR 就是改变成为字串 把这个数字 转换成为字串 可以用CSTR 那当然相反的 如果说里面 假如说本来是 字串的 是文字的 你要把它转换成为 数值的话 另外当然 还有一个是 一个函数叫什么 Cint Cint 它就是刚好相反 把原来里面的 字串 转换为数值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说呢 转换之后呢 要丢回去给它 我们试试看 执行 第一个的话 我就选择什么 选择我要的PIZZA类型 PIZZA类型 我们第一次执行 一样比较慢一点点 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先选择牛肉 数量 我选择五个 按选择 0 为什么呢 像这种状况 我们再回头这边来看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除错 上次同学都有 犹豫过 那我们其实 我有交对一个方式 中断点 中断点就是在灰色地带 等一下会有一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点就是说 你程式到底不知道 错在哪里的时候 你可以用小红点 点一下小红点之后的话 再做一次的选择 那你会发现呢 程式就跑到这里停掉 它也就是说呢 可以逐航 一步一步让你看到 程式怎么写的 这个方法对于除错 非常有帮助 那在PHP 或者是在ASP 里面 目前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所以 以前在除错 真的很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很快 为什么 我要知道说哪里有错 我就可以 停在这里就表示 现在程式 一行 那我想要执行下一行 怎么 这边有没有check 有没有 你要不要停在这里 现在check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它没有打工 那你按F11 F11就是下一行 它就跳过去了 不执行 对不对 再来到这里 它有没有check的呢 牛肉 有 有没有 true 所以呢 再按F11 F11之后呢 它就会去相乘 数量是多少 诶 为什么是0 因为呢 我要少了一个动作 数量没有把它丢给什么呢 intq 那数量在哪里呢 数量 所以我就知道 原来我这里面 有没有 0嘛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我数量还没给它 那我数量怎么给它呢 intq 等于什么呢 就是下拉式选担里面的质量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ddla 有没有 点txt 这样子就好了 现在它里面有5 对不对 那先把它丢给它 它才能计算 否则一定是0 那假设说我程式 希望把它再重来一次 但你以前都这样 直接结束掉 再重新执行 那现在 它这个 竹方出错有个很棒的功能就是 暗处不要放 那样 还可以让它 重新再来过 可以把它拉上去 不过在这里 变数不行 那这里我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把程式再改一下 就是说 加入什么呢 数量的部分 少这一行 少这一行 好程式 好了以后的话呢 把它先结束掉 结束掉再浪置 那小红点的部分呢 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 小红点就可以再点一下 它就不会中断了 就会自己 这样 继续浪置 这个是一个除错的 很棒的一个方法 好 假设我这边数量群的5 那结果应该相乘 好 没错 1375 那如果在这个打勾呢 好 那这再打勾 4000多块 再换一下 如果假如这一个 应该275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程式就撰写出来了 这里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另外呢 最好等一下你们 写完之后呢 也逐行注解一下 每一行程式呢 到底是什么样用途 我想写一下 这个注解会比较清楚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也可以参考 鲁兹17页下方 这个也有一个程式嘛 只是上面的名称 变注名称 稍微有不同 其他大同小异 你们它在第四行的地方 也加入这个数量 点test 那我们是把它改成DDLA 那它是一个testbox 另外就是说呢 在文字这个testbox里面呢 是这个字串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大概比较严格一点 是要把它转换 我刚刚有讲过 在这边前面还可以再加什么呢 cint 也就是说呢 那我可以把进来的字串 转换成什么呢 因子绝数值 再丢给它 那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cint的函数 就是把字串 文字 转换为数值 这样才会比较正确 好 接下来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这个部分